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是一款主打劇情策略的卡牌手機遊戲 三界幻想啟示錄融合了幻想與歷史 講述第一次三界大戰後 玩家作為天命者 將踏上冒險之路 體驗高自由度的RPG探索玩法 場景間還有很多的互動元素 驚喜可謂說是相當多 在玩法的部分主要是採用了卡牌的戰鬥模式 靈活的去運用遊戲中給予的 種族屬性加成 還有種族之間的克制 將能夠讓你更輕易的去征服各種不同的副本 用較低的戰力去克敵自勝的瞬間 也帶來了滿滿的遊戲成就感 其中讓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還可以透過裝備不同的神話卡 去改變一個角色的技能組 這樣搭配下去 就變成一個全新的角色 讓整個遊戲 玩起來的感覺 變得更加的自由多變 相當的好玩 那現在三界幻想啟示錄 已經開放預約了 大家可以透過下方的完整資訊欄 去下載預約 同時大家也可以加入LINE群 去獲得到大量的兌換碼 那兌換碼使用方式就是點遊戲的右上角 然後在下面這裡就可以找到兌換碼可以輸入的地方了 接下來我們來探索地圖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進入到這個房子裡面 去撿別人家的東西 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似曾相似啊 然後 在地上還撿到了一個問題 誰沒有三隻眼睛 好問題 是不是 打對之後還可以獲得到元寶 意外的收穫 那像在這邊還有一個隱藏的寶箱 走到底 藏在這個樹這邊 來 撿起來 獲得到道具圖紙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在地圖上面 遇到 小胖鳥 跟他對話之後呢 可以來 玩一些這個 小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 跳起來 唉唷 有這個木頭過來 我跳 我跳 呵呵呵呵呵 Easy 這看起來非常非常簡單嘛 哇 只要達到600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 獲得到 120的元寶 我失敗了 這看起來非常非常簡單嘛 接下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在三界幻想啟示錄當中呢 還有這個 種族之分 人族 妖族 跟仙族 還有 靈族 只要上陣相同種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獲得到一些額外的屬性加成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靈族 靈族啊 是不管什麼樣的種族加成 他通通都可以撤到 是非常萬用的一個種族 除此之外 種族之間還有存在著互相克制的效果 妖族克制人族 人族克制仙族 仙族克制妖族 靈族 則不受任何克制的效果 但是呢 他也不會去克制別人 那我們攻擊到克制種族的時候 傷害可以獲得到增加 同時呢 我們被這個我們克制的種族打到的時候 傷害還會減少 一來一往之間 這個差距就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我們要善用這個種族的一個克制 就可以讓戰鬥呢 變得更輕鬆 接下來還有四大類型 攻擊型 技巧型 防禦型 跟輔助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左邊有個站位預覽 通常呢 我們會把 防禦型 還有輔助型 放在這個前排的位置 因為他們通常的是比較能夠去承受傷害的 前排的部分呢 就是在第四格跟第五格的這個位置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也是三界幻想啟示錄當中 非常有特色的玩法 就是我們可以幫每一個角色 裝備不同的神話卡 然後去獲得到 專屬的技能 專屬的技能 像這張神話卡呢 就可以去獲得到 雙翼風雷的這個技能 可以對敵方全體 造成103%的一個傷害 而且啊 每一個敵人啊 有50%的機率弱化防禦 並且 麻痹兩個回合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群體攻擊 同時呢 還有控場的一個效果 同時呢 還帶來了 主屬性的一個加成 那這張卡片最主要就是提供了這個速度 還有暴率上面的一個加成 那以這張卡片 整體的性質 我會想要優先的去給傅希來做一個裝袋 那讓他撐速度 搶在敵人出手之前 先把神話卡技能打出去 因為他可以有這個控場的一個效果 同時呢 還可以降低敵人的防禦 接著 降低防禦之後 我們的主吸 再打上去的話 那這個傷害啊 就會變得相當的可觀 再來看另外一張神話卡 自然之靈 他的技能可以使目標 增加20%的攻擊一回合 還有增加35%的防禦兩回合 並且恢復35%的體力 那就非常適合 給站在前排的坦克 或者是輔助來做一個使用 而且他的主屬性的部分呢 也主要都是以增加生存能力為主的這個屬性 再來我們點擊圖鑑 到神話卡當中 就可以看到 這個神話卡呢 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有很多呢 阿貝也都還沒有解鎖 之後呢 再陸陸續續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麼樣來做一個佩戴 好跟大家介紹了玩法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 看一下 這款遊戲的福利 送的多不多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開服慶典裡面 每天 簽到 都可以去 獲得到 10抽 上面寫 免費 可以領到 999抽 再來我們去完成主線章節的時候呢 也可以去獲得到章節獎勵 裡面也是非常多的抽抽 然後抽起來的感覺呢 還算蠻爽快的 來這邊我們來抽一下 看能不能抽到我們的阿里 給我阿里 沒有 像每天呢 也都可以 花3萬的金幣 去抽一次 各位觀眾 眼睛不要炸 氣 再 來 阿里 來了看起來不是 看起來是 男生 抽到養己 那在剛開局的時候呢 預約獎勵 有送一隻豬雀 可以先把他給練起來 在開局的這個強度上面算是相當的不錯 然後過到第三章呢 還有一個 三選一的自選卡池 可以選 太季 還有 敖餅 跟阿里 那這邊呢 我是比較推薦來選 阿里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十抽必出金的一個 算是刷首抽吧 那推薦呢 刷一隻 妖開局 什麼妖都可以 或者是零 所以開局沒有多久 你就可以上陣 五隻金將了 舒服 再來 儲值三三塊 就可以去獲得到 手儲獎勵 一隻金色的零將 哪吒 除此之外 還可以去獲得到這個 紫色的裝備 那就可以讓你在開局的時候呢 是獲得到比較多的這個資源 至於說 除哪一包最划算的話 阿貝推薦來除特權卡裡面的體力卡 每天呢 都可以去額外 獲得到50點的體力 戰鬥失敗呢 也可以返還100%的體力喔 那我覺得 就是可以讓你呢 直接贏在起跑點 領先別人這個等級非常非常的多 再來 月會卡跟尊祥卡 CP值呢 也是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你是無課玩家的話 也不用擔心 你只要用你新鮮的乾 去乾副本 也有機會 可以去獲得到極品的裝備 再來點開天璣部 可以看到說 當前開服是第幾天 然後到第幾天的時候呢 會開啟什麼樣的活動 在開服第22天 也會開啟蒼藍絕的聯動 到時候會有主題人物 和活動副本 大量稀有的獎勵 大家可千萬不要錯過啦 好那我們今天 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 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